美国夏威夷毛衣岛野火狂烧 截至星期六 离难人数已经攀升到了93人 由于灾害的规模很大 多达2100英亩的土地被烧毁 因此估计重建成本将需耗费55亿美元 或大约是252亿令吉 夏威夷州长格林说 搜救犬暂时只探测了3%的搜索区域 因此不排除死亡人数还会持续攀升 海岛天堂毛衣岛连日来山火烧不停 如今已然成了一座人间炼狱 截至星期六 这起恐怖灾害已经夺走90多条人命 恐怕将成为美国现代史上最致命的野火 根据美国联邦紧急事故管理总署资料 野火迅速漫年下 已经烧毁了2200多座建筑 几乎一平整个城镇 涉及土地面积达2100英亩 重建成本估计将达到55亿美元 或252亿令吉 从上空鸟看毛衣岛 当地多处都是一片废墟浇土 夏威夷州长格林说 搜救团队正在全力寻找失踪者 和罹难者的下落 只是搜救犬暂时只探测了3%的搜索区域 因此不排除死亡数字会继续攀升 这场野火是天灾所致 但相信也存在人祸 夏威夷一名女议员指出 官员完全低估了火灾风险 就连民众也控诉没有收到任何警告 才导致如此多人仓皇撤离 跳海保命 一些更是逃生不及 不幸罹难 必须关注的是 毛衣岛各地都设有警报器 最初目的是要提前针对天灾事件 但这次警报却没有响起 此外大规模的停电和断讯 也切断了其他的市警管道 因此官员承诺 会检讨该州的警报系统 我只在这里四、五岁 在哪里 很多人我住在里面 都不认为会发生 我曾经在北方的灾热 在北方的灾热 我只是觉得 当热闹变了黑 我说我们要离开 所以有人在家里吃了 所以我不知道 它是瘋狂的 它在一段时间的发生 如今不少灾民被安置在庇护所 而不少人也踊跃捐助 衣物、日用品等必要物资 而亚马逊创办人 魏佐斯的未婚妻桑切斯 也表示会成立毛衣岛赈灾基金 并捐赠一亿美元 协助灾后重建工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